早前Marshall的minor 3非常受欢迎 第二批现货都卖了 下一批要到12月再发货 现在是预订的 而其实同样的时间 Marshall亦出了另外一只蓝牙耳机叫做Mode 2 其实它和minor 3是两只不同的耳机 一看上去就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首先大粒少少 没有了一只棍子 以及它是需要用耳胶的 minor 3就是没有耳胶的设计 以及有一只棍子比较像Airport 它的定价其实比minor 3是贵了少少 1400多元 为什么它贵了呢 官方上面有两个大卖点 第一就叫Signature Sound 我转头试听就要看看什么是Signature Sound 另外它是可以调调EQ 在试听之前又看看它的规格 Marshall Mode 2的单元是6mm的动圈 频率响应是20Hz到20kHz 灵敏度是18.5dB 耳机的重量每一只是4.75g 充电盒是35g 使用蓝牙5.1连接 外形方面 无论充电盒 还是它里面的耳机 都是很有Marshall自己的风格 尤其是M字 我经常觉得这个M字 好像龙珠其中一幕 就是比达被人 不知下了Curse还是怎么样 它的额头多了M字 这个M字很像那个M字 说完这些废话我现在试听一下 虽然它的体积比M3大一点 但是我都戴得了 而且比M3更加贴耳 因为有耳胶 如果你戴了M3 其实你还听到外面的声音 因为它是掛着耳朵 而且它没有耳胶 反而这款M2就真的比较塌塌陷 刚才我试听的时候 在这里按了很多按钮 其实是做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安装Apps 和可以教EQ 安装Apps的最大好处 其实用M3都很多人不问 怎样可以看到电量 即是蓝牙耳机的电量 第一其实你可以在iPhone 即是我用iPhone 不好意思 拨下来 即是上面拨下来的画面 有一个 不一定是上面拨下来的 总之它的画面就是开蓝牙 开Wi-Fi 开闪灯的位置 其实你是可以在那里找到耳机的电量 但是你安装了这个Apps 你当然一进入Apps的时候 就更加清晰地看到那个蓝牙电量是多少 另外也可以教EQ 它原本那只EQ就叫做Marshall自己的EQ 然后它就有另外很多不同的EQ 大家自己选择的 我自己通常都会选择出厂原本那只EQ 刚才我用原厂Marshall的EQ去听歌 我觉得尤其比起M3是迷身一点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隔音的问题 因为它刚才戴得非常贴耳 贴耳得来是一些东西很迷身 还有音演会比较重一点 即是那些节拍感 中低频 不在中高频 中低频是比较再埋密度高一点的 声音上 纯粹在声音上 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Mode 2 比M3多 但是 两只不同的耳机 M3就是挂耳式和一支棍子 看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有些朋友根本就不喜欢戴耳胶 你就根本不需要考虑Mode 2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戴耳胶 又喜欢贴耳的声音上 迷身一点 又安装了Apps 多点玩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 这一只Mode 2 两只一样都是很Marshall的样子 一样都是这么英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址